这人触碰了一下尸体的耳朵 随后面部像基盖一样被打开 里面居然是一只垂死的外星人 在未来 外星人早就和人类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只是他们会伪装成人类的样子 让你无法察觉到 他们来自各种各样的星球 为了管理地球上的外星人 政府专门成立了黑衣人机构 监视着外星人的一举一动 男主K就是与外星人打交道的专家 这晚他正和老搭档追捕逃跑的外星人 K在一群偷渡者里找到了他 用匕首划开他的衣服 他刚从监狱里偷偷逃出来 K刚想将他抓回去 不料好奇的警察目睹了这一 外星人发现后 立马陷入了博案 转身就对警察发起了攻击 K赶紧让搭档开枪设计 偏偏这时搭档也出了插错 眼看警察就要遭殃 K只好亲自出身 一枪打到了外星人 然后按照惯例 K拿出记忆消除笔 对着在场的所有人都闪了一下 清理完现场纷迹后 K来到老搭档面前 跟他商量着退休的事 他年迈已高 对这份工作已经力不从心了 K交代几句后 拿出记忆消除笔 对着他也闪了一下 从此老助理彻底告别了这份工作 之后的K迫切地想找到新的接班人 小薇是一名正义的警察 硬是凭超强的体力追了外星人几条街 虽然最后外星人凭借超能力逃脱 但小薇的表现还是引起了K的注意 他立刻找到了小薇 给他递了张明天 第二天小薇来到一处神秘的建筑里 刚出电梯就来到了面试现场 在座的各位都是最优秀的军事人才 只有小薇显得格格勃 测试结束后 除了小薇其余人全部被闪了一遍 K为小薇讲述了人类和外星人的外交历史 还有如何掩盖外星人存在的证明 比如世博会上展示的飞船 小薇听了后丝毫不信 还建议他去检查一下脑 K便邀请他领走前来喝杯咖啡 当小薇亲眼见到咖啡室 这群活蹦乱套的外星人 他的世界观被再次刷新了 小薇一直考虑到天黑 最后决定加入黑衣人 于是K带他来到了研究机构参观 在这里小薇仿佛进入了新世界 一艘外星飞碟降落在家门前 男人端着猎枪出来查看 结果被触手瞬间拖进了坑里 最后只剩下了一张皮 过了一回 他又行为举止怪异地回到屋内 喝了一口糖水 妻子说你脸皮好像歪了 于是 原来套着男人皮囊的 是一个虫头跟外星人 此时小薇已经正式加入了黑衣人 并换上了制服 和K一样 他也拥有了代号绝 两人收到指令 开始执行第一次任务 奉命去截获一个准备出逃的外星人 坐上普世无华的车 没出一会儿 就赶到了外星人面前 K很势不解 老婆都要生了 为什么这时候突然要冒险 他告诉凯 原来虫族人已经来到了地上 准备夺走银河系 然后攻打地上 他们不得不去订阅 这时小薇也顺利地为外星人服务 接生了一个外星人保护 另一边虫族人 已经杀害了两名贵族外星人 随后尸体和他们的猫一块 被送到了停尸房 解剖官金姐解剖尸体后 发现不像是人类的身体 这时黑衣人找过来 以卫生署的身份 对金姐说要进行检查 金姐和小薇一块检查 结果发现尸体耳朵有点不对劲 小薇好奇地触碰了 结果脑门开了 一只奇怪的外星人坐在里面 临死前对他们说 银河系在猎户座星带上 然后就归系了 退过来看了一眼 才发现这个外星人 是亚基伦星人的王子 随后他清除了金姐的记忆 然后带着小薇回到了 在电脑上搜索了一下 猎户座星带 但和银河系完全没关系 这时大厅传来影像 一艘亚基伦星人的飞船 即将抵达地球 他们得知了王子 在地球出事的消息 看起来来者不善 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可以将小薇带到了武器库 自己选了一把威风的武器 然后给他挑了一把小巧的弱弱枪 此时虫族人来到亚基伦人的店里 通过壁画得知了银河系在猫的身上 他立刻往室内的停尸房赶去 却被赶来的小薇发现 他立刻开枪射击 结果没想到枪声虽行 但威力惊人 导致他一枪没打中 黑衣人抱着一条会说话的骨 使劲摇晃 旁边的路人惊呆了 连同事小薇也是第一次进 原来在小狗体内的是一个外星人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逼问出了他们要找人银河系 原来微缩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球里 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可以轻易毁掉一个星球 如果落到虫族人手中 那后果不堪设想 小薇注意到了一只猫的铃铛 立刻想到了什么 金姐在停尸房 闲来没事撸起了猫 他发现猫的名字就叫猎虎座 当他观察猫项链的小球时 被眼前红尾的警官惊呆了 炫烂的银河系一两个鱼 这时他浑然不知危险已经来临 小薇来到金姐面前 咨询猫的下落 然而金姐却一个劲了给他失眼 说有个宝贝想给他看看 还一个劲往下面指 小薇以为他在勾引自己 微微一笑 让他不要这么直接 这时猫咪突然跳到了两人面积 躲在下面的虫端 于是抱着猫咪和金姐就逃离了这 小薇眼看追不上 就先和K回到了总部 这时战舰下达了最后通牒 一小时内如果不能把鱼河系交给他 他们宁愿毁掉 也不愿意让他落到虫竹人手 机智的小薇看到了 世博会停留的飞船 立刻提醒了K 两人便开车前往世博会地 在隧道里 K按下了车内的红色按 下了车后 两人都拿上了重型武器 这时虫竹人已经爬进了飞船 他驾驶着飞碟出现在了球场上 人们看到后傻了一眼 K和小薇对准天空 同时开枪 一下就将他打了下来 飞船坠毁后 一只巨丑无比的虫竹外星人 出现在他们面前 两人刚准备开枪 就被他搅了血 K走上前 疯狂地挑战他 然后他就被一把吞了 小薇被他们一般的操作看傻 自己瞬间成了人类最后的希望 于是想尽办法阻拦他爬上另一艘飞船 这时 K从他肚子里开枪 把他封成了两半 但没想到他跟蟑螂一样 生命力实在太顽强了 还好危急时刻 一旁观察已久的金姐出手相救 危机解除后 K也找到了新的接班人 他拿出记忆清除笔 这一次是对准了自己 红光一闪后 他回到了女友身边 开始了新的生活 金姐也成为了小薇的新搭档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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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